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人年展至尊电影颁奖礼派发成绩单 堪称泰国年度神片的模范生呢 荣获最佳电影合影后两项大奖成为全场最大赢家 至于香港导演唐继里则凭着功夫瑜伽霍锋最佳导演 亚洲好戏云集的第一届至尊电影奖在吉隆坡圆满落幕 四大演艺类大奖都是郭江龙的天下 只是香港就占了一半 虽然在新加坡电影《无线冲光27》只出近15分钟 但是何超一完美诠释老宝的角色脱颖而出 而揣淡专家的黑仔江浩文 拽下最佳男女配角奖 出道32年第一次捧奖黑仔情绪非常激动 我很喜欢每一个角色都会很精心地为每一个角色 去设计一些很细眉的小动作 要的 刚刚迪龙大哥都说了以后要想很多东西 为角色想很多东西 第一届之尊奖的影帝是伊朗电影《无线的男主角》法尔哈德·阿斯兰尼 唐基里则靠中印合拍的动作喜剧《功夫瑜伽》 夺下导演奖 香港资深演员迪龙上台领取《终身成就奖》 以华语和英语致词 来说英语都是自学的 别人在浴室练歌喉 而他则是练习制泄词 我国电影人方面张觉希凭着《我来自纽约》 拿下最佳编剧奖 海前新路演员陈骏成为最佳新进男演员 国语片Renda则荣获顺推荐大家